社群妈妈热舞演出 还有啦啦队精彩表演 这是2024屏東竹笋节的开场节目 屏東市公所在海峰国小举拜活动 信民众来品尝鲜甜竹笋料理 市长周佳琪也到场行销在地农特产 屏東第一水竹笋节的活动 那主要也是要把在地的农产品 推广给全台湾的好朋友知道 其实我们海峰的绿竹笋 可说是全国产季最早的绿竹笋 那产期也比较长 就是从大概国立的四月底到 国立的九月底左右 那也是我们的产量最多的 除了可以欣赏现场的表演之外 也可以吃到一些关于竹笋的美食 这样子 让民众可以吃到包子 喝到那个饭汤 觉得很充实的早上 有吃到竹笋 海峰的竹笋真的好吃 又很脆又很嫩 民众在活动现场可大胆竹笋 包含美味饭汤 大家都赞不绝口 活动更安排绿竹笋评件大赛 共有30人参赛 以竹笋外观色泽 气味柔嫩度 糖度等标准进行评比 恭喜陈俊仲先生 笋农陈俊仲夺的冠军 他表示自己投入种植竹笋只有两年 田间管理没有特别的技术就是勤劳罢了 会继续加油 技巧就是困难 勤奋 勤劳 比如说 该田间的管理 就是不可以偷懒 那绿竹笋的品质 就是弯度要够 就是口感要好 甜度要高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年半的 海峰绿竹笋的比赛 我觉得它品质都不错 刚好台风过后 本来绿竹笋就少了 所以口感都很均一 很均一 又万中选一 对 这个是最困难选择的 屏农市公所表示 海峰地区一带种植将近500公顷的绿竹笋 产期自4月到中秋节前后 产量虽然不是最多 却是全台产期最早的地区 此地土植为沙子壤土 向那适合绿竹笋生长 因此产出的绿竹笋品质优良 判透过办理活动打响海峰绿竹笋名器 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记者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